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知道袁醫生今天會和我們分享關於金盞花的東西 我知道金盞花是可以消炎殺菌 還有防腐功效 我看到一個美國護膚品品牌 它長年產品的第一名都是金盞花的花水 究竟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相信金盞花在西式的自然醫療或者西草藥裡面 是一個很有名的植物 金盞花是屬於一種谷科的植物 它的外表就像初谷那種這樣的外貌 通常是金黃色或者橙色的 英文叫做Calendula officinalis Calendula的名字好像拉丁文是Calendar 即是可以說是月曆 原來這些花是差不多每一年的每個月都會開花的 所以也有些人就切成當這種花是一種天然的時鐘 花的時鐘 因為它會在太陽升的時候就開 到晚上就會收 所以有一種這樣的說法叫做一種花鐘 好了 那在那個金盞花在營養方面 它是含有豐富的黃銅類的化合物 我們叫做Flavonoid 其中是造素Sepalins 還有一種是氢化的三氈類化合物 就是Hydrosylate Triterpene 它也有很多的精華油 那它精華油裡面也含有Sesquid Terpenoid Sesquid Terpenoid 我翻譯就叫做配半尖 也有很多胡蘿蔔素 所以這些是幫助這些花的治療的功效 通常我們用在什麼地方呢 正如剛才說 我們通常是用一些消毒 那個抗菌 抗微生物 抗毛菌 消炎 還有很多是幫助皮膚的重生 重長的 所以陳昱華 在美國一個很出名的護膚品裡面 是一個最暢銷的 一個護膚的產品來的 好了 歷史上我們可以這樣說 金盞花是應用了很久很久了 在沙士比亞劇本裡面 有提及 叫做Merry Bud 或者Merry Gold 在古埃及 這些金盞花的花粉 是有一種自如的能力 抗衰老的功能 原產地 可以這樣說 主要是在北地中海的國家 也有一個別名 叫做Merry Gold Merry Gold 也叫做Virgin Mary 即是聖母馬尼亞 即是在基督教裡面 很多的慶典裡面 都會採用這種花 在印度的 Hindu 那些世界裡面 它也是用來 在廟宇裡面 都用來做一種神像的裝飾 因為它的顏色很鮮紅 鮮黃色 也都在食物裡面 就當作一種食物的顏料 在我們的紡織品 化妝品 都會採用這種東西 在18、19世紀的時候 金盞花是用來 跟芝士染色 整個芝士黃黃色 金盞花這些黃色 是作為一種食物的染料 在中世紀的時候 金盞花是用來消化不良 和治療皮膚擦傷 和燒傷的作用 在古埃及和羅馬 和印度的文化裡面 都有記載 而且這是一種染料 布料的染料 也有很多食物裡面 會在化妝品裡面應用得到 當然 我們知道 金盞花具有抗菌 燒鹽 這兩種特別的效果 所以在早年 在美國內戰的時候 很多外科手術醫生 往往是會用金盞花 來幫助止血 止流血 以及幫助傷口復原得更快 所以在這個時候 即是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在手術室上 通常我們會用瘋酒 來消毒 我們小時候 都會用那些拱的紅藥水 但是我們最近已經知道 這些紅藥水本身是一種水銀 水銀是一種劇毒 雖然你塗在傷口那裡 是可以有殺菌的作用 但是因為它本身是有毒性的 所以也會傷害我們自己身體的 正常的細胞 所以導致我們的傷口復原得更加慢 所以在美國內戰的時候 其實很多外科手術醫生 其實就這樣用金盞花 當作一種消毒的作用 以及最主要是令到傷口復原得更加好 所以在我自己經驗裡面 很多時候小朋友 有時候不小心撞傷 刮損 可能臉部有一個出血傷口 割傷了 用金盞花處理之後 你發現它很快便 連那個疙瘩都沒有了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這個效果 都會經常採用的 在蘇聯曾經用在治療的天花 和麻疹 亦都作為一種 曾經被譽為蘇聯的培尼西林 大家都知道 天花和麻疹 通常是皮膚有些疤痕 用金盞花處理 很多這些疤痕的問題 都會很快復原到 根本就完全都是 好像正常 好像無傷一樣的 袁耳珊 可否詳細一點 和我們講一下 其實金盞花有什麼用途 對什麼症狀有幫助 大家找紙和筆寫下 我曾經所說 最常用到的地方 金盞花是用來處理傷口 我記得曾經有一次 在診所 突然間有一位裝修工人 走來進了診所 原來他不小心 弄穿了頭 大家知道頭皮的頭下 血液循環很強 所以他流血流得很厲害 牠流血流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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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做呢 我就立刻拿金盞花 印紗布 直接扯到傷口 很快 傷口就即時停止流血 我們有時候遇到一些 例如去拔牙 拔了牙之後 有時候會滲血滲得很厲害 我都會用一個金盞花 用棉花 或者通常我用一些沙布 印了一些金盞花的汁 放在傷口就咬住它 第一 就令到它快點停止流血 最重要是令到你的傷口 復原得更快 這個可以這麼說 是最常用得著的 第二方面 我們剛才都說過 是一個美容的護膚品 為什麼呢 很明顯 它對皮膚方面的處理皮膚問題 是非常之好的 什麼皮膚問題呢 例如皮膚的潰爛 皮膚皮炎 濕疹 暗瘡 這些全部都可以幫助 鼻液的皮膚很乾 很容易破裂 這個可以做一種對乾痕的皮膚 或者爆炸的皮膚 裂的皮膚 作為一種保濕的作用 那麼 很多時候我們就 如果是發現 口肝 牙周病 牙筋發炎 很多肺脂 很痛 或者有些我們叫 Aural Flush 就是 鵝口瘡 這些 這些 既然有個傷口 皮膚 破裂的傷口 我通常可以用什麼呢 可以用一種浪厚的 一個浪厚的作用 那麼 對於流血那方面 當然 除了我們傷口流血 有時候我們可以 治療的 例如那個痴瘡 痴瘡 痴瘡其實本身 是有個傷口 好 那麼 還有一個很常用的地方 就是我們 那些皮膚 可能燒傷了 或者是曬太陽 曬得多 痴痴就又紅 又痛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去用金盞花 來敷 那個 那個 燒傷的皮膚 好 那麼 本身呢 就被 在眼部 被任何的 眼部發炎 或者受到感染 或者那個 角膜炎 那這些都可以幫助 是那個 減低它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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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的 那麼所以呢 因為金盞花本身呢 即是沒有什麼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用來 是滴落眼那裡 也好 或者作為一個 一個 敷眼的 用一些 濕布 濕了之後呢 是來到敷眼的 那當然呢 最簡單是直接 在那裡 那在剛才所說呢 譬如因為它有 那個抗毛菌的 那什麼情況之下呢 譬如有些人有 香港腳啊 那個 ringworm啊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皮膚痴啊 還有那個 那個 念珠菌 這方面的問題呢 其實都好的 那麼也有時候呢 我們可能出現那些 所謂 那個拋疹 那拋疹呢 有時候呢 在那個 爆出來之後呢 它本身呢 有些液體的水泡啦 那有時候可能 在那個 口部啦 也都可能有 性器官的部分啦 那有時候呢 是爆出來 幾痛下的 那就是本身呢 可以說是一個傷口來的 那你都可以用 那些 金盞花的汁呢 是 涂茶下去了 令到那個 那個傷口呢 是復原都快些的 那金盞花本身呢 第一種 我們叫做抗氧化劑啦 那大家知道呢 身體的氧化呢 都是令到我們的身體會老化啦 令到我們會那個 那個 那個免疫能力受抑制啦 那 當然啦 最簡單呢 我覺得呢 就如家裡啦 就是以前用開那個 紅藥水呀 癲酒呀那些呢 其實這些東西呢 已經很多人很久已經知道 這個問題 很多都不用的了 那可以這麼說呢 是作為一種消毒的藥水啦 我們可以經常呢 就避在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救救傷 救急救傷裡面 在西裏 可以用來看門口的 那 那 那除此之外呢 就 皮膚的問題啦 抗衰老啦 抗炎啦 那這些都是可以 就是用在這方面 這方面都很好用的 不好意思 醫生 時間差不多一會回來 繼續治療法要來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 愿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金盞花 那 袁醫生 你剛才提到 原來金盞花 可以有這麼多用途 但都好像是外用的 如果內服 行不行 其實金盞花呢 除了是 慣常 通常用在外用 皮膚方面的傷口問題 其實一樣可以處理內部身體內部器官 一種炎症的毛病 包括腸胃炎 癌症 記住 任何的炎症 除了皮膚炎之外 肝炎 眼睛的受感染 這些全部都可以 或者一個傷口 傷口發炎 那 有時候 那些人就會用在 譬如被昆蟲 蚊蟲釘親 亦都在金盞花 原來在 很多時候 種植在 在那個 家裡環境 可以有一種 驅蚊的作用 驅昆蟲的作用 那 在那個金盞花的 根 它用來 就是一種 是代替了化學的 驅蚊 驅蚊 噴霧劑 那 很多時候 我們就會在花園的周邊 是種了 連到很多的蟲 都不會那麼容易走進來 那 還有一個地方 原來金盞花 除了 還有一些 抗經聯的作用 可以用在 舒緩的 所謂那個 驚痛 驚奇的抽筋 那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因為癌症 要接受 那個 放射性治療 那 很多時候 就會令到 我們 放射的部分 是出現 皮膚炎 或者出現 傷口 我們都可以 使用這些 金盞花 去塗 它 也都可能 因為那個 口腔 因為 因為那個 輻射的治療 方舍治療 出現很多 口爛 其實都可以用一些 金盞花 就是狼口 掃口 去用的 那 在皮膚方面 再講 原來 是很多 一般的皮疹 或者 那個 媽媽 抱乳 餵奶的時間 那個 乳頭 因爲 裂了 那 這個情況之下 可以 用來 淘汰乳頭 因爲 金盞花 本身是入得口的 那 所以你又不用怕 沈蚊仔 在不小心 就將它吃了 下肚子 所以 金盞花 是一個 用途非常之廣泛 就是 剛才所說的 胃炎 胃痛 或者大腸的問題 結腸的問題 還有就是 曬傷 還有 我們叫做 靜脈 靜脈 那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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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 用一個 敷的方法 將金盞花 塗在 植物 肚子 位置 原醫生 你提到 金盞花 可以外敷 又可以內服 但是 他們的形式 是怎樣的 是不是有 釘劑 Cream 是的 金盞花 其實 有時候 你會看到 健康店 護膚品 裏面 有聽到一種 叫做 擒有金盞花的肥皂 或者是肥皂 當然 它是 將金盞花的植物 融入植物油 譬如橄欖油 杭仁油 再從而製造 這些肥皂 通常這種油的份量 大約10%左右 當然 金盞花可以做一種 沖茶 通常 用金盞花的花粉 用滾水 來泡茶 通常 一到兩茶匙 金盞花本身 用滾水 來滾水 大概三到五分鐘 這樣 這是一種沖茶的方法 當然 在這種形式 你就可以用來 朗口 有時候 我會用一些 霜霜 即是潤膚 這是比較常見的 Calandula cream 我通常用的是 暗瘡 皮疹 通常的份量 大約5% 低於5% 這就是Calandula cream 的做法 也有時候用一些 Ointment Ointment 是比較稠 稠 做的時候 用膏 是比較稠 稠 通常含量 都有2到5% 濃度 通常用在 暗瘡 痴瘡 或是有些 痕瘡 痕癌 痕癌 可能因為 筋癌期 的時候 身體的組織 有些改變 比較乾 或是 昆蟲咬傷 或是 尿疹 燒傷 這些 這些 用了一些Ointment Ointment 就是比較稠 也有些 差不多是一種 唇膏 你以前也看到 市面買到的 有金棧花的唇膏 Calandula Cells 用來處理 作為一種 嘴唇爆裂 和 用於一些 尿疹方面 所以有很多形式 有些叫做Succus Calandula Succus 意思是 用一些新鮮的汁 我相信香港難買得到 香港最多 最容易買到 就是那種 釘劑 和噴霧劑 你知道 如果你是 皮膚那裏 通常不小心 或者擦損了 可能損的範圍很大 通常 第一時間 就把那些 拿簡單的水 或者 肥皂 清洗 把傷口洗乾淨 再噴 噴這些 叫做Calandula Spray 這一類 在我們健康店都有 用一個噴霧劑 所以這個 是比較容易使用的 例如 雖然你的範圍大些 例如 有時候 那個 就是 傷口 例如有時候 人們因為 開刀 或者 剖腹鏟子 當時做了之後 當然就會有 刀痕 刀的亂針 通常 我們都會用一種噴劑 也有時候 因為 30元 那時候 陰道的 口 那些纖維 撕裂了 我們都會 即時用金棧花 這些噴 來處理它 所以這個 在我們公司裏面 我用了很多 很多鹽 所以這就是一種方法 Tinture 的意思就是用酒精 酒精的濃度 比較高 我們用在呼吸系統的感染 霜風 這方面的問題 最後就是 Calendilla Oil 很多人 是用在一種油 這種油通常都是外用 是用在一些 香港腳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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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 皮膚鮮 可能那些 昆蟲咬傷 尤其是那些 我們那些 微絲血管 那些 植物腫脹 那隻腳 那些 潰瘍 那些 通常就是用那些油 加到底油 做一些按摩 做一種 一種 香氛治療的一部分 哇 袁醫生 原來金棧花 真的有這麼多用途 原來在幾十世紀 之前戰場的士兵 已經用它們來止血 那真是家庭必備 處理傷口當時 就可以避免了 用紅藥水和癲酒 多謝了 袁醫生今天的分享 時間又差不多了 那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約會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ewadio.com 謝謝袁醫生 好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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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庄二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